果不其然,国外开始坐不住了。刚刚进入2024年,东南亚的国家们纷纷伸出了橄榄枝。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相继宣布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政策,希望以此为契机,吸引中国游客的光顾。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中国游客对此的回应并不热烈,相反还显得很冷淡,仿佛对国人来说,出国游变得毫无魅力。 相较之下,今年以来,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却呈现出另一番繁荣景象,其中,大量性价比高,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简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吸引了大量国内游客的目光。这其中,黑龙将哈尔滨的表现可谓极其亮眼。 此外,近段时间沈阳的表现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沈阳最近成为了南方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游客,沈阳显然是从哈尔滨身上学习了不少,做足了功课。 此次,沈阳市和平区文旅局、浑南区文旅局、大东区文旅局和沈阳市互联网发展联合会联合发起了一项充满温情的活动。 他们准备了五万多份具有东北特色的礼物,如暖宝宝、自热鞋垫和搓澡金等,赠送给来沈的游客,让大家可以在沈阳体验到明星级的待遇。 此外,沈阳的外卖小哥也以特别的方式欢迎各地游客,他们喊出了17个省市的游客,让他们放心大胆地享受沈阳的美食和乐趣。 说实话,这一幕幕温馨的画面,确实足以让大家都纷纷感受到了沈阳人的热情好客。 更关键的,现在大家已经对国内游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大大改观了。 在我看来,沈阳的这次行动,只是对全国游客款待的开始,这无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国内游毅然崛起。 曾经,多少人意味向往着国外的异国风情,追求着远方的失忆和浪漫。 然而,如今,他们才恍然大悟,发现最美的风景其实就在身边,就在我们的祖国大地上。 其实,我认为,国内游在安全性能上远超国外游,无论国外风景多么优美,文化多么诱人,但毕竟隔山隔水,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使得我们在国外多多少少会遇到各种养不到的麻烦。 而国内游就不同了,我们在国内旅行的同时,无需担忧人身安全,沟通无障碍,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舒适和放心的旅游环境。 况且,国内游在性价比上也有着明显的优势,我们不必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在语言学习和文化适应上,国内游让我们可以用更少的钱,享受更高品质的旅游体验,何乐而不为呢? 更重要的是,国内游让我们有机会渗入理解和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我国的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国土广袤,风景多样,无论我们是喜欢历史人文,还是热爱自然风光,都能在国内找到满足自己需求的旅游目的地。 在我看来,我们有理由也有义务去了解和欣赏自己国家的美丽和魅力。 如今,国内游的崛起,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旅游市场的无限潜力,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国外游来追求虚荣和满足,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旅游乐趣。 这既是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认同和尊重,也是我们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 在我看来,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内游将会更加繁荣,更多的城市将会像沈阳一样,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而作为游客的我们,也将会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机会去发现和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也相信,随着国内游的不断发展,我们的旅游体验将会更加丰富和多样,我们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加美好。 让我们一起期待国内游的美好未来,让我们一起努力,为祖国的旅游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让这片土地更加美丽,才能让这个世界看到中国的魅力和风采。